请你 清姐 您是来做司班的 我今天哪有什么行星 跑这儿还来做司班呢 您不是来做司班的 您是来找茬的 我遇到了你们这对母女 我躲都躲不掉 我还主动找上门来找查 前两天不是还说玩得起吗 怎么这么快口风就变了 我太傻了 我太天真了 我相信了你 我的儿子太痴了 他现在把假戏 当真了 什么什么哪儿跟哪儿啊 什么我们的阴谋 你还真的把自己 装的蒙在鼓里啊 你的女儿耍了阴谋 诱惑我的儿子背着我 想去把婚结了 这事您不会不知道吧 诱惑 我请您 不要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 您见过我女儿 她还给您 去推拿那个受伤的脚 明明是一个清纯如水的姑娘 什么又是阴谋又是诱惑 都是什么呀 对 她应该不是她也不会 所以我今天跑到这儿来 找她的幕后指使 什么 我幕后指使 你 梁经理 梁经理 是你教会了她腿拿 是你教会了她欲擒故纵 也是你教会了她借力给力 也是你教会了她请君入梦 不是吗 真逗 我看看 您这耳朵怎么长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绝对反对我的女儿 嫁给您的儿子 我再说一遍 口说无凭 请你拿证据来 证据 什么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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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女儿不小了 她该嫁人了 没错 我正想给她相亲呢 标准呢 就是和您那个儿子 最最最最最 最最不同的那一个 别呢 你是一个母亲 你怎么舍得把你的女儿 去嫁给一个又老又穷又丑的人 我就是让我女儿 嫁给一个又老又穷又丑的人 也比嫁给你儿子强强强 好 那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不要再说了 叶媳 她 你要干吗 你要干吗 你以为你今天 能够把眼睛瞪得像童鸣那样大 就可以证明你的无辜吗 我需要证明我的无辜吗 我一直努力尊重你 努力理解你和和比之间的母子之情 努力不成为你们之间的障碍 可我今天突然发现 我之前的努力既是愚蠢又可笑 因为我越努力 你就越瞧不起我 你瞧不起我没关系 因为我爱和比 所以我认了 我忍了 可是我的父母 他们不该是你公姬的对象 因为他们都是 勤勤恳恳的好人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去瞧不起他们 只要你不在乎我的儿子 继续有交往 不要打断我 好 你说 你接着说 拜托你 拜托你 离他们远一点 如果你再来纠缠的话 也许我会向你所说的你 逼你儿子和我结婚 你 我人为延亲 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你动一动眉吗 所以你最好相信我 因为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请你离开 我会想到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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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我喝的 布置得挺漂亮的 费心了啊 这都是小张鱼的工作 是吗 是啊 还不 继续加油 这都是所有的员工吗 对 都很年轻吧 下午要是年纪比我大的话 教训起来就得顾及他们的面子 话出口之前 都必须得很年轻吧 你们说是不是很麻烦 是 是 是 好像少了一个人 白总的意思是 就是那个个子高高的 长头发 长得挺漂亮那个姑娘 上哪儿去了 您说的是苏苏吧 韩苏苏 应该就是她了 你们这是 这是白总 她就是苏苏 你就是苏苏 是 白总 你好 现在几点了 四点 你几点下班 六点 六点就下班了 四点才上班 白总 我今天生病了 去一趟医院 病假是吧 我不是不讲理的人 生病了当然得去医院 小病拖成大病就不好了 你得的是什么病 白总 这人太多了 不太方便在这儿说了 我尊重你的意思 那把拿药的发票拿出来吧 证明你是真的生病就行 今天医生只是给我做了检查 没给我开药 检查单总有吧 我回来趟家 单子放在家里了 不用吃药的毛病 你光去了趟医院还不说 我还折回家一趟 怪不得四点才来呢 不是吧 白总 因为那个医院离我家特别近 小章鱼 按照公司的章程 这样的行为该怎么处罚 白总 我看 就这一天半天的事情 处罚就算了吧 半天一天 马经理 这就是你的工作态度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 不回去 你不回家怎么可以呢 你知不知道 你的家人会很担心你 你就这样一声不吭的 一个人跑出来 也不给他们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 真的没关系吗 那你不会 以后都让我给你饭吃 给你地方睡觉吧 你也知道 在北京这个地方 什么东西都很贵的 就好比说 我们现在这个酒吧 一杯咖啡 就要六十块钱呢 如果说 你一直坐在这里的话 那我很快 就会变成乞丐了 我不赚钱 你怎么赚钱 调酒 你那种也能叫调酒啊 就你那身三脚猫的功夫 在北京怎么混得下去 还有啊 你挑的鸡尾酒 说句老实话 比起我挑的鸡尾酒来 差远了 太甜了 糖放的很多 甜的都发腻了 好了好了 好了不逗你了 你挑的鸡尾酒呢 真的是很好喝 你 我跟你说这些话 并不是想捏你走 只是我现在泥菩萨过疆 连自身都难保 当然这不是你的错 只是我不知道 该怎么样才能把你照顾好 婷婷 我跟你说的这些话 你应该能理解 谢谢 说不定 真正应该被呵护的那个人 并不是你 而是哥哥我 怎么 真的想留在北京 但是赵经理 他会很担心你的 你什么都知道了吧 是赵经理让我 一定要好好地照顾你 就算是赵经理 他没有拜托我 我也一定会尽心尽力 把你照顾好了 好了好了 我再也不提赵经理了 这样总行了吗 来 我们喝酒 韩苏苏小姐 请你给大家道个歉吧 我向大家道歉 本来大家都高高兴兴的 是你把气氛给破坏了 大家还以为我是那种 杀鸡给猴看的老总呢 好 我道歉 好 我道歉 对不起 我错了 错了 错哪儿了 说具体点 我说的 我不应该生病 我不应该生病 生了病不应该着急去看医生 生了病看了医生 不应该不回公司 反而回了家 听起来很不服气嘛 怎么着 觉得我错怪你 觉得我针对你吗 没有 还说不是 说话都咬着牙呢 我不管你信不信 我咬着牙不是为了你 不是我是谁 你的同事 你们不服吗 你们不服气 班主 我们没有不服气的意思 不过苏苏已经道歉了 算了吧 好吧 我尊重大家的意见 这回就算了 韩苏苏 希望你好自为之 看我们再次以后 欢迎白总的都安逸 好 第一个人都抓紧了 那第二个人都抓紧了 THOO 叔叔 电话 电话在响啊 我知道电话在响 我不想接行吗 我好心帮你 你出魔祸什么呀 好心帮你 你们每个人都是乐呵着想要看我笑话扮了 好心当成鱼竿飞 算了算了 我好难不跟女斗 你爱装忧郁壮啊 就请您继续 我闪 到走廊来 说话呀 你为什么不说话 嘴巴呢 留恰里了 还是留在半路上了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我刚才是应该帮你出头的 可问题是 我一张嘴就让她给顶回来了 我要是再说她更生气 与其这人还不是不说呢 要不然倒霉她还是你 是 你都是为我想 每分每秒都是为我考虑 我看你的时候 你都不敢看我 你把脸别过去的时候也是为我着想是吗 满明月我到底是积了什么福气 我这边再嫁给你 你这么一个又温柔又体贴的好老公 小点声情况 我为什么要小点声 我刚才没有脱口说出来 我已经很被你着想了 千万不能说 怎么就千万不能说 我 我不是反悔 是现在情况不一样啊 白鹿突然驾倒 还没有摸清楚情况之前 我们就默默然把婚计宣布了 只能让她抓住把柄 有哪个老板 愿意自己的下属 每天正事不干乱搞现在关系呢 小张鱼刚才已经拿咱们俩的关系来威胁我了 如果现在说 等于送了她一大礼包啊 你就是会说 你就是能说 什么话到你嘴里就一串一串动听极了 你不相信我 我信 信我就好吧 那现在怎么办呀 我还得等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目前看 咱们只能这样 龚雨昕 喂 喂喂喂喂 看到我怎么像老鼠看到猫一样 没想到大白天你也在这儿 所以还没准备好 你还需要做什么准备啊 是不是还要准备好拳头 再打一架 那倒没有 我就搞不懂了 你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呢 准备好犯件啊 准备好就算你不道歉不跟我认错 我也不跟你一般见识的胸怀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何必 我还不了解你 咱俩多少年哥们儿了 你什么是低过头啊 攀烟攀烟比我棒 滑雪滑雪比我强 什么日文法文意大利文 一切都比我好 但是有一点 你不如我 哪一点 喝酒 好 那今天我请你喝酒的话 以前我们之间所有的不愉快 全部都一笔勾销怎么样 是 好 听听 你现在终于有亮一手的大好机会了 嗯 登场吧 好 公益心 其实我觉得吧 你根本就是一个胆小鬼 我胆小鬼 你才是胆小鬼呢 你说我是胆小鬼 哼 你要是不胆小的话 你干嘛不快刀斩烂麻 赶紧跟那个谁把事给办了呀 你瞅你每天 当了个这个大苦瓜脸 哥们儿 苦瓜都没你脸苦啊 苦就苦啊 怎么了 就算我这个人胆子再怎么小 该说的话我还是会说 我要是说出来的话 你可千万不要被吓着 好 你说吧 哥们儿对不起了 干什么呀你 怎么了 那天 那天真的是我错了吗 那天真的是我错了吗 你这边受不了的 我不是真是出费的 我认识不要回来 不肯定 我一人不太去 我给你也不选择 有还可以 我最后就去 一人不肯定 我 Meyer 你这一段时间 马明雨和苏苏和好了 那太好了 你不会还生他们的气吧 没有 不是因为他们 别的事 乱七八糟的事 是不是因为相亲啊 什么 没什么呢 什么相亲 不是 我随口一说 因为我最近想要相亲 我还以为说我呢 你想相亲啊 你觉得 相亲能不能找到好的人 我也不知道 总觉得吧 怪怪的 一想到相亲 我就想到一袒白花花的猪肉 你这脑子怎么找的呀 一想到相亲 你怎么能想到猪肉呢 你别管我 你想去就去 千万别拉着我去 反正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行了行了 先工作吧 和时尚的合作 又重新启动了 又要开始忙了 闹了半天 还是当肚肉熟 不用这么瞎折腾是不是 你说两个公司合作 收分就合 收合就合 哪那么容易啊 到头来 受罪的还不是我 你表哥啊 我接个电话 我接个电话 哦 然后发断 表哥表妈 联系得还挺平凡的 挺好的 您好 您好 请问何铃 他现在在不在公司 您是说总经理 好像是 在的 谢谢你 自己看 哥哥 你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了 开心吗 如果真的感到高兴的话 你就表现出来 千万不要憋坏了 应该要手舞足蹈才对的 我 我当然很高兴 高兴 高兴 精彩 精彩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问你 有什么话你就问吧 是有那么 一点点的好奇心 那你之前不是说得很决绝吗 怎么又突然改变主意了 虽然消减了黑痴 不过还好有纳仪在了 你该不会是穷到 要转让股权的底部吧 我只有放弃了纳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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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解决 什么问题 不会是 为了女人嘛 难道在你的眼里 我真的有那么好笑吗 那是因为你那张镜子 那 来 凑合着拥有 你看看你的 看一看何必 你已经严肃的 就要慷慨就义了 何必 你以为你很带肿是吗 你以为你是超级英雄 是不是 都说完了 如果说完了 就签字 我签 签 昨天晚上我梦到奇才相遇 原来是这样是一个好照顾 我为什么不签 对啊 我在干什么呀 赶紧签 你敢 赶紧签 你敢 何必 你以为你这么做就能唬住我了 过去 不管我怎么说 你们两个都听不见 无奈之下 只好用这一招 对吗 其实我现在并不是想威胁谁 我这么做 只是想表明自己的态度 什么态度 只要我能跟燕西结婚 其他的我都不在乎 喂喂喂 弟 多少人一辈子求都求不来这样的狗屎约 那你就这样放弃了 行 你要不签我就拿走 喂喂喂 爱情嫁人 爱死破零 何必 我真没想到你的决心这么大 所以我在想 就算我想了 也拦不了 对吗 何灵 签 真的 不过 我还是要提醒你 嫌疑签 铁板钉钉 雷达不能改变 那 就是之后你抱着我的大腿求我 也改变不了了啊 何必 你还是好好想想 为了一个女人 值吗 我不是为了一个女人 我是为了叶欺 什么意思 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哥哥你永远也不会明白 我还以为你会支持我 以前您决定跟妈妈结婚的时候 当时支持你们的人 连五个手指都数得过来 所有的人都不看好你跟妈妈 他们都反对你们的婚姻 但是你没有放弃 最终还是跟妈妈结婚了 可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 可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 就连你 也反对我们在一起 你快给我欠 哦 我 傻子 把那份转让书给我要回来 我不去 你疯了 你去不去 我不去 你真的不去啊 你说什么我也不去 请你告诉我 你要把我逼到什么程度 你才肯放手 妈 我从头至尾 从来就没有逼过谁 我只不过是跟随自己的内心 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已 你这是要过你自己的日子 你喝你的西北风去吧 你的脑子坏掉了 你的脑子被枪打坏了 我给你垃圾你可以不要 我今天给你的是股份 你凭什么不要 儿子啊 这是真金白银啊 这是你以后安身立命的钱哪 你妈老了 你爸爸妈妈不可能赔你一辈子的 将来你是要靠这笔钱 好好地照顾好你自己 那笔钱对我来说只是负担 没有那些钱的话 我反而过得更加的开心 你不要总是这样逼着我 最终只会把我逼上梁山 把我逼疯的 我生你养你二三十年 为的是今天把你逼上这个梁山 我生你养你二三十年 我不知道你在那这儿 跟你的老妈发飙耍骨 随便你怎么说我都无所谓 就算你说我是土匪也行 反正我已经下定决心 不管谁来劝我 我都不去 对 我告诉你 我今天没有时间劝你 我找你哥去 你的账 我回家跟你算 我拜托你们不是两个人 可不可以有点礼貌 预约一下再进我的办公室 把东西给你 不给 不给 把东西给我 不给又能怎么样啊 那么我告诉你 爸爸不会同意你这笔交易的 阿姨 刚才爸爸亲眼看着我们签的合同 他凭什么不同意呢 他站在气头上 等他气消了 他就会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么大一架公司 会让你们两兄弟来祸害 大爷 你搞搞清楚好不好 祸害的是您的宝贝儿子 我 每天朝九晚六 勤勤恳恳 像个老黄牛一样 很可怜的 那些股份是我应得的 是你应得 告诉我 进了公司以后 除了给你爸爸使盘子 还做过了什么好事情 跑不好 爸爸洗脱衣裤 你 说了不算 我说了不算 我找你爸爸去 马上要回家一趟 要不然的话别怪我不是你这玩意 我知道 我知道他就是这个态度 所以才拜托你的 到了那就好办了 不管他愿不愿意 他都不会拽手走人的 是不是 这事可真麻烦你了啊 他爸 待会儿燕西回来 你可别说漏嘴啊 行 不行 每次让你保密 你那嘴漏得跟筛子似的 你大伙还是别说话了 这样保险 天天没有啊 天天没有啊 讨厌 行了 等燕西回来再开始 开个短会吧 赞助大家一点时间 主要是宣布几条规章制度 第一条 请大家注意着装 请大家注意着装 既然时尚是位高端客户服务的俱乐部 那么就请大家拿出有格调的衣服来 不是要求非名爬不可 但至少不要有露脚趾的血 也不要有黑色和咖啡色这样的搭配出现 拜托了 男生请每天刮胡子 女生请每天洗头 第二条 办公室恋情 绝对禁止 已经公开的恋人 不好意思 其中一位必须离开 要么调到其他部门去 两人谁走 自行决定 不是很容易的罪定是不是 有谁会因为达不成共识而分手呢 至于那些没有公开的 我强烈建议你们 考虑清楚到底要不要公开 我知道 你们一定觉得很不公平 认为公司不该干涉员工的私事 但我的理论是 私事发生在公司里 它就变成了公事 我就不说那些拉帮结派 对公司可能带来的坏处了 但是那些一对两对 在办公室里亲情我 我就很让人受不了 公司是办公的地方 需要有最专业的态度 所以各位 想恋爱 请到外头去 素素 你觉得我说得不对吗 那你无嘴戴什么 该不会怀孕了吧 他结婚了吗 任何结婚不结婚没关系 谁赶紧去看看吧 不会是这种战状吧 不会吧 喂 黑妹啊 素素 晚上一起吃个饭 你跟宴夕也该见个面 好好聊一聊了吧 我今天晚上不行 我有事 有事 你不会还躲着他吧 不是 我 我真的有事 什么事 哎呦 没分 家里的事 不会是马明雨的事吧 哎呀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不完全是 不是 你听起来怎么就 慌慌张张的呢 黑妹 我觉得我好像是怀孕了 真的 那个 也还没 没确诊 没确诊 不是 那你有什么征兆吗 不是 那个 反应 就是反胃啊 好几次了 我因为这个还特地去藏医院 然后医生问我说 你结婚了吗 我就脱口好说什么没结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隐患已经习惯了 然后 那我既然都已经这么说了 我也不好意思再改口 所以 您医生没给我做 做那个检查明白吗 恭喜 什么呢 不高兴呢 高兴是高兴 可是我 别可是了啊 现在高兴 抱持 挂了 小老爸 开始放工了 哈喽 女儿 怎么了 你怎么啦 苏苏怀孕了 真的 大九不离十 她一直想要个小孩 终于可以达成心愿了 就是 真没有料到 苏苏这么快就要把 这一年串都问你个姐姐了 我真为她高兴 不是不是 应该准备她 又也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 我有点疯癫了 睡一觉 叶欣 那我这东西 好 睡觉吧 不是看过医生了吧 医生怎么说呢 恐怕不是病吧 新病 我又找你生气了 你 你抽烟了 没有啊 你身上有烟味 他们抽的我身上干了一点 你看你看 又来了 要不你就先回去白鹿那边 我顶着 说的嘛 恐怕不是病 不是病是什么 是吗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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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暖的春风 在梦里吹 这份感觉 兴奋又疲惫 我不知归宿 是怎样滋味 为自己默默祝福 为爱沉醉 心就像北方玫瑰 盛开着为你 脱落防飞 情 每天被甜蜜包围 永远在爱路上 拥绕运灰 幻想中期待 我的最美 心像彩蝶 翩翩起飞 浪漫的向往 把忧伤粉碎 相拥 相拥中为爱 留下 幸福的泪 心 就像北方玫瑰 盛开着为你 突如防飞 心 每天 每天 蜜包围 永远在爱路上 云绕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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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绕莹